Bring the madness 哈囉 匠哥 今天我們來玩這個遊戲叫做決勝時刻M 那我先說我現在這個遊戲是在公車上面玩的 所以可能會有點晃動 好啦 Anyway 我們就等待開始吧 那一開始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非常簡單 簡單到一個非常佛心喔 我們就直接往前跑啦好不好 衝啊 兄弟們衝啊 看到人 直接 欸 飄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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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瞄準頭部就好了啦 直接射 他會直接幫你射擊喔 那我是選比較近階 就是他會瞄準 至少看起來比較一回事啦 我覺得這邊應該有敵人出身的地方啊 衝過去了 馬上就有一個人 超飄的啦 我在公車上超難玩的 射他 哇 馬上擊殺了 好多人喔 這裡 不太妙 不太妙 槍舉起來 他自動射啦 這也太容易了吧 哇 GG了 GG了 他怎麼打我的腳趾頭 好啦 我們要開外掛啦 來吧 哇 超準 哇 三殺呢 等一下 這什麼 炸彈小飛機 這可以幹嘛啦 好像可以射小飛機耶 我在車上還是 還是用射擊的好了 衝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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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贏了 快贏了 17了 躲在後面 欸 哇 贏了贏了 是不是超容易的啊 炮槍 這在炮槍是怎樣 哇 我居然得第一名耶 好啦 各位 趕快去下這個遊戲吧 記得加碼好友 先截個圖好了 擋個封面 好玩喔 好玩喔 人機提升了 好啦 我才剛玩而已啦 剛才下載好而已 這個新手消息應該就這樣子吧 獲得一些獎盃勳章 哇喔 C殺內 我都怕在車上很晃 射不準喔 這裡可以 呃 獲得這個破片手榴彈 可以裝備喔 賽季 我聽說到等級7的時候可以到這個 吃雞模式喔 好 我們背包來裝一下東西啦 自命手榴彈 主要武器應該可以改裝啦 可以升級耶 經驗卡 增加傷害值喔 還可以裝配件 OK 滑過來 哇 瞄準鏡喔 這把槍很帥耶 又要多人模式喔 別鬧了 多人模式下一次吧 我們還在公車上面的話就 下一次再玩好不好 好 那這個遊戲 介紹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拜拜 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